凤林镇公所12号下午举行110年度 原名保留地所有权转移登记班状典礼 镇长萧文龙表示 今年度全力回复班状仪式 希望族人能够珍惜这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而立法委员郑天才、县议员蔡依静也都到场祝福 12号下午凤林镇公所举办110年 原住民保留地全力回复班状仪式 总计班证58人 76笔土地命积约36公顷的原住民保留地 镇长萧文龙表示 非常感谢图审委员的协助 才能够让原住民乡亲早日取得土地权利证明 对于原住民乡亲来说 权利的保护更进一步 第一次我们花64人78笔 第二次花第五次58人76笔 那今年总共花122人 80公顷154笔 那第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又还寄了给他们 所以说我们要很感谢我们图审委员很认真的 很快的去工作让你们大家拿到我们的所有钱赚 所以我们今天的成绩是相当不错 能内122人154笔 80公顷的土地让大家领导 过去呢 因为有他乡全力也要翻五年以后 所以我的族人大家感到很久 在我任内我是103年12月25号才上台 那104年到今天我们总共花铁的土地有140公顷 有704人拿到所有钱赚 那有954笔 所以说在这里呢 将近3万笔的土地颁给我们全国有原住民拿到这个土地 面积大概1200多公顷 当然其中呢 在凤林呢 凤林政公所非常认真 从108年修法公布之后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444笔的土地 大概有205公顷的面积 所以再次恭喜大家 也感谢我们公所跟花园县政府的帮助 政长向荣特别邀请郑天才委员 县议员蔡依靖 颁状给族人 保留地的政策改变之后 免除了过去的五年 他向权利的等待 可以直接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所有权 饶富异议 更是族人在农历春节前 收到最有意义的礼物 记者凌杰 凤林郑采访报导